我现在就是要决定 但是你你定吧 就许计我不能定 郭忠祐怎么又落了呢 是吗 没有任何感觉那不行 你还是从北京吹过来 不想要失望 你坚持下去 咱们放完富贵山24小时了 我基本上没有太大练花了 我可能想着 就定了 那你出来吗 欢迎来到新生日记的 梦幻现场咖 江市潮流 江市家族引领潮流 倒下了 赶上 阿比 绘沪的来了 再来一手吧 绘得可以不走啊 不要以为今天 大家吃了饭就给我散活了 都不行 20多岁当妈妈需要一个很大的决心 但是我最感动的事情就是 我现在有一点成就感 原来我礼爱 也会为别的生命 去付出自己的生命 希望我们就是 一起包容 一起体调下去 好的 不行 我还是要讲 就是比较好笑的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悲伤的时刻 当然 我觉得来录这个节目 比较像是来上了一个课 就是从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一路到现在 我也是可以拿着爱姐和小麦 还有然姐教我的知识 出去哄骗别的孕妇 感觉自己好像学得挺多了一样 我说实话 第一次节目组问我 你对这个合宿有什么想法 我说我没有想法 我没有很想去 我有点怕跟大家见面 因为我年纪可能是最小的 我怕我又跟你们聊不到一起 你们会觉得年纪轻轻就 嫌我们老 没有 我怕你嫌我太年轻 嫌我太年轻 讨厌 讨厌 是不是很嫉妒 是 然后来了之后呢 大家还是自然而来聊到一起 果然女人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会因为一个话题 突然开启了她一生的友谊 我觉得 我觉得 反正二十多岁当妈妈需要一个很大的决心 也需要一直坚持 但是我最感动的事情就是 很多人都跟我说 说小马你在成长了 你变了 我现在有一点成就感 所以我对生小孩这个事情 没有那么担心 也没有那么害怕 我相信只要妈妈有一个好的心情 整个家庭的环境 快乐 幸福 宝宝生下来也不会有多大的问题的 肯定好 谢谢我的家人 最后就是 最后就是我的老公 你可以上来我 就是我也看到了你的成长 希望我们就是 一起包容 一起体谅下去 我也希望你把心里话告诉我 不要憋在心里 这样的话我们会 内伤 内伤的 真的 然后我们等一下 你要表演魔术 没有 我在这里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哇 因为你每次都是向我表白 我也想为你表白 就是一个 以前自己没有怀孕 没有当妈妈的时候 别人跟我说 你有个孩子 你就知道这生命有多么不同了 然后你的生命会多么的完整 你会有多么的新的体验 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相信 其实现在我也不觉得 好像一定要有孩子 生命才完整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自己完整生命的方式和方法 不一定要用孩子来填充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的 新生日记 这个名称起的真的是很好 我真的觉得 有一个孩子 就像重新活一遍一样 我现在在母乳我们家孩子 我都能想象有一天 他不再喝我的母乳了 我要给他断奶 我会什么样的心情 我的孩子不需要我的奶了 我一定会哭一场 所以他生理上断奶 我心理上可能也需要一次断奶 一想到这个的时候 我就在想 他是个满月宝宝 我就是一个满月妈妈 感觉上我也有了一次 全新的生命一样 我非常开心有一个这样的节目 帮我们把这一点一点一点的内容 都给记下来 刚刚这个短片里有说 什么宝大和宝小 我这里一定要说一下 现在这个医疗 不会有宝大宝小这种事情的 主要是给两个 要当妈妈的时候 不会有这个事情的 但是我在那一刻 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突然觉得 哇 原来 原来我礼爱 也会为别的生命 去付出自己的生命 因为那一刻 我觉得我可以为我的孩子 为了让他留在这个世界上 我可以什么都也不要 我突然理解我妈妈 曾经也这样跟我说过 她生我的时候 因为我也期待绕紧 她那个时候的感受 我生我的孩子的时候 她也期待绕紧 我心里的感受 如果真的要有宝大宝小 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愿意留她的那一刻起 我就意识到 我真的是一个妈妈了 我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这个新生日记 我会一直写下去 写到我们孩子大为止 写到他真的不需要我为止 这是留给我自己的回忆 留给我跟我先生的回忆 但是你有一点疼的感觉 你一定要说一声 很快 工作痛很快的 你估计今天来不及生 我觉得 你觉得你本应比较慢 那是肯定的 我觉得我今天是没希望的 怎么样走的感觉 现在就是一会儿一胀 咱们放完副背身24小时了 领景基本的没有太大变化 没有说变短变软 没有更成熟 所以那下一步 我们就要采取第二步隐产措施 就是由头囊来隐产 24小时之后 我们再点缩工素 点上缩工素这个时间呢 是马上就可以见效果吗 还是怎么样 点上缩工素会很快调出缩工缩来 但是这缩工缩能否临产 是否有效的缩工缩就不一定要过 如果他可以坚持下来一天 也没关系 我觉得他状态也挺好的 然后还放松 那这样 不是我不坚持 我就觉得那个 我考虑一下 我考虑一下 因为我那个医生刚给我检查了 我那个宫颈 他现在就说我的那个宫颈情况 就是比别人要硬 现在也不知道结果 就是说 我现在第二步就放一个球进去 把它撑一下 看撑完了有没有效果 但是就是 这个东西就是一种骨膜 我当时就是非要提升 然后呢 也都划这笨也都背上了 然后你也打个最短针 没生下来 然后我又是临时感动包产 你其实 他自己想对付 医生我能感觉 他就觉得我那个地方特别硬 但其实我觉得你用的情况有点像 就是压根头都没进入呢 对 但你绝对是那种状态 这孩子头都已经出唇了 对 咱们俩现在是这样决定 如果决定抛股产 就决定抛股产吧 现在可能说做完那个球 然后又到下一步 你那时候再想抛股产 就好麻烦 抛股产和混产完成完全两种方法 如果他要抛股产 他现在就什么都不能吃了 为了要空的 因为我生乐乐的时候 就是本来要剩下的机器抛股产 就很麻烦 当时我上完 要是我就吐了 医生就要把我脸赶快摆正 要不然我就会被我自己吐的东西 把呼吸堵住 就很危险知道吗 我现在就是要决定 对 你问一下多余的人 老公 我怕老公 因为有了共同的期待 这些让人崩溃的时刻 竟然也变得可爱起来 老公 老公 老公欺我了 准爸准妈报到 记录迎接新生的 每一年 我说到你 我说你